香港之联会星期二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六四24周年的珠光集会 雷雨中有15万人参加活动 除了香港人坚持平凡六四之外 也有不少的大陆游客是第一次到香港参加活动 为香港人的坚持感动并且弃责中共暴政 傍晚开始大逼市民一陆续进入会场 当中包括许多第一次来港参加六四珠光集会的大陆游客 他们支持中共政权非法 希望他早日倒台 因为现在他就是反动的反人类的 那么他不具有没有合法性 他怎么有资格来平反 早就是正下大白天下 只是他用高压把他压住而已 有什么真相 就屠杀嘛 从八九民运的精神谈到港人的坚持 是这个国家反官倒反腐败要求政改 是希望这个国家能够走上一条政治文明的一条光明大道 所以他们是无私的是非常高尚的 所以香港人民每年都来纪念他们 那么香港的人民呢就他们是非常可贵的一群人 走过了24个年头 不灭的良心烛光再次点燃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 到面天安门的阴魂 为了传承六四星火 支联会今年首次有90后主持主光集会 集会上有不少长者 77岁的郭先生已经连续24年来参加活动 晚上七点多人群已坐满六个足球场 大会要开放草地 原本八点开始的烛光晚会 七点四十五分突然刮起狂风暴雨 大会音响及灯光一度发生故障 晚会延迟十多分钟才开始 支联会主席李卓人 带领成员向民主烈士纪念碑献花 在狂风暴雨之中 现场民众继续留守在烛光集会的现场 他们高喊平反六四的口号和高唱民运歌曲 支联会在大雨中至道词及宣读大会宣言 强调不怕风不怕雨 坚持平反六四 由于天雨大会宣布提草在八点五十分结束活动 仍有部分人不愿离开 大会宣布有十五万人出席 新唐人记者林秀怡在香港报导 新唐人记者林秀怡在香港 新唐人记者林秀怡在香港